工人全身濕搭搭躺在單架上 臉色發黑 沒有呼吸心跳 他和老闆共三個人 七號下午 維修大樓地下室污水管工程 昏倒在污水處理槽内 經過急救全部回電法術 來到一般大樓地下室 可以看到這個就是污水處理槽 黑色的這個是馬達的電線 下面接著兩個馬達 十八地點就在大樓地下室 二樓的污水處理槽内 一般槽裡頭至少有兩個馬達 水位達到藍色的浮標 馬達就會運轉 把水抽到外面水溝 但裡頭可是富含藻氣 消防隊拿出儀器檢測污水處理槽 藻氣內含有硫化氫 法定濃度不可以超過十ppm 但現場測出五十二ppm 超標五倍開罰三十萬元 懷疑高薪老闆跟兩名工人 吸入高濃度的硫化氫 失去意識一頭栽進一公尺深水之後 不幸溺斃 可能有一個他們的工作伙伴 身體不舒服 或者在現場暈倒 可能另外一個現場 在上面的伙伴就想要下去救 藻氣中的硫化氫屬於劇毒 可燃性無色氣體 常出現在火山地區 下水到無水池 人體吸入濃度一百五十到兩百五十ppm 就會呼吸困難 兩百五十到五百ppm 發生休克 七百五十ppm以上吸一口 就會死亡 毒性猛烈 現場並沒有一些 那個必要的安全帶 救援設備通風換氣的設施 沒有帶防護面具 通風設備又不好 三人吸入早氣 不幸昏倒溺斃 以往常發生有人吸入硫化氫後 中毒昏倒 旁邊的人去救援也跟著倒地 提醒下水道工作人員和救援人員 要特別小心 一定自身要先做好防護措施 記者呈生一王叔洪高什麽道